多巴公主比起小时候的这种迅猛 已经稳重了很多 三岁了 我们其实是站在人群的后面 在这个现场通过大家的手机 先看到的画面 因为在我们的前面 在观看区的栏杆上面 已经占满了福宝的铁粉 不过好在我们在高点 有一个全程的直播 我们也只能通过 我们的慢直播的监控 监控显示器来看到福宝 福宝福公主的现在的情况 然后她已经到了 镜头慢慢地推了上去 福公主仿佛闻到了 不一样的气息 看看她会不会先吃 会不会先吃 我们的这个特地准备的 胡萝卜生日蜡烛呢 我们看到大使也是跟游客一起 站在栏杆外面 给福宝庆生 我们导播告诉我说 现在福宝 我们从这个直播镜头来看 她正在小心翼翼地 秀现场的蛋糕的味道 看来这个就对她来说 也是一个很新奇的味道 所以要看一看 这个 我还蛮喜欢的 是不是在竹叶里边 埋了什么东西 要等她去探索呢 我们刚才是错过了 这个送饲养员 埋这个好吃的的场面吗 但是我觉得可能福宝 现在正在 对她依然还在观察环境 然后再看她这个 跟平时好像的准备不太一样 她对她的心 她的一些鲜花 所以她好像是在闻花香 她是先 开始吃了 她是首先 我们拿到了她最爱的 我们提到过的窝窝头 躺得好舒服呀 福宫主 福宫主 是最惬意的小公主 福宫主